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也是要回复一个观众反馈的一个问题 首先我要讲一下 我们现在的这个图是一个JPG文件 那图片上面是分两种格式 一种就是我现在这个图片的这种 叫JPG格式 也就是所谓的点阵图 那什么叫点阵图呢 就是我们放大看 这里是有一个像素的 那这种叫点阵图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AI本身的文件 我们不管怎么放大 它都没有像素的 这种叫死量图 那图片上面分两种 那他遇到一个问题是怎么样 就是说 我现在如果是我们先画一条 画一个这个一个块 然后呢就是我们点一下这个A A的时候然后我们去拖动 这个AI的一个线稿它是可以编辑的 但是我们点这边我们一样选A 但是呢它还是这个图片挪动 那这个首先第一个它是一个图片形式 就格式不一样 那导致我们没办法去进行一个编辑 那我们这时候应该怎么去做 这时候呢需要动用一些外力 那首先呢是这样子 我们需要在谷歌上面 就是如果是国内的小伙伴 那你们需要找别的方法 我们这样打 JPG2AI 也就是说那个 呃 JPG文件转到那个AI文件 那它有很多的一个 线上的一个conferenter 就是转换转换器 那我随便选了一个 因为我不知道能不能用 因为有时候它是不能用 这个很正常 然后我们这样子选择 我这张图片应该是在桌面的 让我找一下啊 好这张 好那我这样子上传了177K 然后conferer也就是说那个转换 那国内肯定或者哪个地方 一定网上有很多这种东西的 然后commenting your file 现在正在转 ing嘛 现在行事 然后现在你看到这里就正在refresh 然后我们download 呃 储存 ok ready 已经完成下载了 应该是在这里 ok 那这个地方我们把它拖到AI里面 好 那你们看到这时候我们这个形状就出来了 好那你们看到了 那就是这样子 那有点 这里你看到有点弯弯曲曲 那我们control shift加g 那这个是完全的一个整体 那这样子 我我我们来选一下 来 然后这时候我们点一下A A你看到这个线它就可以编辑了 那这种方法的话就是你看到 呃 这样子就你能看到就说呃 大部分都没问题 但是你的相片一定要高清 以及是那个就是说尽量就清晰一点 那如果这时候像这些地方啊哇我AI说 比如我这样子 我删掉 我要再把它链接 我觉得很麻烦呢 那这个也没有问题 那这个也没有问题 我们把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图片我们把它缩小一点 因为这 啊不好意思 这个 我们现在群组回去 Ctrl加g 那Ctrl加g的时候嘛 呃 我们 我不建议你们用AI去做 我建议有时候你们可以的话 还是尽量多学其他软件 然后我们回去桌面 桌面的时候 呃 我们看一下啊 Export 我们最好把它转成 啊好像是 那如果这么讲应该是Export 因为 还是SafeX 不是SafeX 就是Export 好 那我们转成一个DXF文件 如果是CAD你就转那个 呃 DWG 当然你可以用CAD去改 但是我的教程里面它是没出现过CAD 我就不用CAD了 这样以我之前出了教程 教程为准 好 那这个新的文件我们就出来了对吧 出来了以后我们这样子 把它拖到Vino里面 诶 不行吗 难道是这个 OK 应该是我放手文件 全点OK 不用管它 然后呢 在Vino里面进行编辑 比如说现在有这根线 就是说我尽量 因为Vino还有一个好处的 SafeX 就是我们另存 然后你能看到它是直接能存成AI格式的 你用CAD也没问题 我我个人认为都是OK的 这个可以 那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线不是很直对吧 我想改可不可以绝对没问题 我就这么把这些线给删掉吧 好吧 删掉好像等一下 OKOK 那我们一样我们把这个线给描一下 呃我先把这一点给关掉 这个其实是算是一个比较额外延伸的一个课程 这个我就是 AI的小伙伴可能你们专门想学AI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 还是说多学其他软件会比较好一点 那我现在用Vino把这个线给画一下 那Vino反正就是说 你要把它转成一个CD格式 它也没有问题 软件有时候 怎么说 用的太多它比较多了 然后导致它快捷键 我这条线一直没画出来 然后这样我们开一下终点 当然你们说 要我用CD来给你们画 不好意思老是点错了 用CD给你们画出来 这个也没有问题 但是 如果是说你是死量图或点证 你要 死量它是一定要换点证的 点证要怎么换死量 方法就是这样子 那我现在这样 那我AR里面的话 不好意思 哎呀 里面不太建议你们去 不好意思 哎 这个 陆平栏键真的 快捷键我真的得快把它关掉 好 那一个我们回来一下 来 我们这样子 那拉回来 然后下面三个点 我们把它拉回去 OK 那 然后这里 两个点 我们这四个点给它选一下 然后是这样子 OK 好 那这样子我们把这根线给删掉一下 那你看我们现在出了一条线是非常非常的规整的 那这两个小角我就不画了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然后呢 我把下面这两个圈圈给画一下吧 下面下面两个圈圈 这两个 那倒角我就不倒了 可以吧 然后我看一下能不能捕捉到这样这个地方终点 如果不行的话 呃你们可以用vino 然后再进行重描 就局部性的重描 这个没有问题了 那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 我再把它镜像一下 那 对 我需要点时间来画这个非常抱歉 然后 要你们多花点耐心来看一下 好 那这个地方我们把这根线给剪掉 对 再把这里给剪掉 那这个由于是会AI的同学很多时候他是不会那个vino的 我有些东西我就不细讲太多了 我就不重复 好 然后这里的线我们把它清掉了嘛 那你因为你AI改这个线 它是非常非常吐血的 而且改起来没有说 vino这类的一个3D软件这么快 好 然后这个地方我们也 然后像这个地方嘛对吧 你们看到就是刚刚图的导向的时候嘛 它有点小问题 你们看到吗 就这里 那这个地方的话我就 呃我就这样子 我把这个地方也给吧 我把这些地方都给它删掉 删掉了以后呢 我们这样子 上面几个 一二三四 还有八个 八个的话没有 没问题 我们就这样子 复制过来 然后 把它 保证是直的就可以了 啊 不应该这样子 哦 ok 好我们重新再来一遍 四个我们用一个正列工具 然后把它这个对 然后一发然后就 就能延伸出来了 非常的简单 然后再一样是这样子 把这几根线给它剪掉 就是反正就是呃你想怎么剪就怎么剪还是那样子一句话 ok 那多余的线我一样给它剪掉 就是我建议如果是学AI的同学如果是你有做一个包装的 用这个方法绝对比你出呃包装设计来的快 因为包装里面有很多刀板 你AI标注的时候你那个标注 比如说 呃我现在画这样子一个标注 我AI肯定没办法直接这样子 如果有新功能那是我不知道 但是有时候你用Wino来讲的话会比你 而且Wino本身它是一套那个3D软件 你用Wino来画有时候能帮你不少忙 就比起说就是它不是一套工程软件 但是人就是说能帮你实现说呃不少部分的工程软件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有这个优点 而且它的接动性非常高 好这边也好这边还插这边 好我们再来把这边给完成一下 这边也是 那这些操作步骤都是我就不细想太多 也是主要是演示这样子 如果你们遇到这个问题了应该怎么办 主要讲的是这个 然后这里这些线的话 由于这些中间的线啊 这时候你们演力要非常好 要把这些线给看清楚 不要把线给删错了 这个非常的重要 然后这些线那再来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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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也删掉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就 好 哦 看一下啊 可以可以 OK 那我们这里再给它 稍微的变形一下 OK 然后我们这里再下来给它这样子 倒个角 可以 那这样子整个 我们再这样给它一个正点 应该是起一个 其实正常这些都要输入数字了 我现在就是偷懒了 我就不搞太多这个 因为主要是演示方法嘛 好 大概这样子 那你看到 比刚刚的那个就是我们去AI看的这样 你看这些凹凸凸凸的 AI改的话肯定没有弯了那么快 然后我现在把它连接 我们检查一下 好 连在一起的 这些都连在一起 我们再这样子把它save as 成一个 AI illustrated 我们改成untitle2 这是反正挺好用的一个方法 untitle2 然后我们再把它拖进去AI这边 那你看到 哇非常规整非常漂亮的一个线 然后我们脱过来进行一个对比 这个我们先把 这个先不用 ok 再缩小一下 对 这个也是我们把group 就是control加g 我们回来 AI我还是讲细一点啊 那你看到比如 这样子 那你看对比一下 是不是规整多了整个线一看 差别好像不大 但其实 不一定 然后呢我们现在 而且这个东西它能怎么样 我直接随便选 我能填色 我这里我再填个红色 完全没问题 这个完全是ok的 能看到吧 是不是方便很多而且很规整 对 那今天讲的主要是这个问题 那 主要你们网上的那个转 转档那个要搞定 然后呢就可以编辑 而且这套方法 你在3D 2D 然后CD 就像CD 这个2D软件 或者3D里面的都可以用得上 对 好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那个我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见 拜拜